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个好媳妇 整日的早出晚归的 去上班挣钱 养这个姜 多好的媳妇啊 媳妇 这下班 也该回来了吧 妈 妈 莎莎 你怎么在上班睡着了呀 妈在这儿坐着等你呢 坐着坐着 就睡着了 莎莎 你到底在哪个公司上班啊 天天都回来这么晚 天天加班吗 是啊妈 最近我们公司任务量比较重 我玩不成 却没办法下班的 你单位好多同事跟我一样 所以 都回来比较晚 莎莎 你那单位 在什么地址啊 你告诉妈 妈明天啊 过去看看去 怎么老师让员工加班 加那么长时间呀 妈 你不用去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先去洗澡了 这个莎莎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天天回的这么晚 天天回的这么晚 这样下去 能受得了吗 身体 这莎莎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去看看 过去 这是沙沙生的生 这是怎么回事呀 这是 这 怪不得每次都是回来那么晚 一回来就去洗澡 一回来就去洗澡 你会让他过来 我得问问他 看看是怎么回事 莎莎 莎莎 让你过来一下 妈 怎么了 莎莎 妈是想问你 你身上那伤 是怎么回事 妈 既然 您都看到了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您不是好奇 我为什么每天回来那么晚了 我都告诉你我在加班 其实啊 我在那个单位 下班比较早 但是 我下班之后 我都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咱们的小区 那个施工地 我今天要当小工 嗯 莎莎 你怎么去当小工啊 咱们家钱 也够花的 妈 上个星期 我不是陪着您一块去医院做了检查吗 我不是陪着您一块去医院做了检查吗 当时化验单子我也没给你看 其实医生告诉我 其实医生告诉我 你的身体啊 得需要做手术 什么 做手术 是啊 妈 当时我也咨询了医生 医生说 这个手术费啊 得二十万 你也知道 咱家现在这个情况 小波他走得比较早 所以 我就想着 我能多打这儿工 能挣点钱 这样的话 能赶紧 帮你把病给看 莎莎 原来是这样 你身上的伤 是这样流下来的 莎莎 妈非常感谢你 你为妈 又去加班 又去当小工 莎莎 妈不知道 怎么感谢你 莎莎 随后你是妈的儿媳妇 比闺女都好 妈 我其实 哭点那点 无所谓 虽然我是您的儿媳妇 但是 我一直把你当我亲妈对待 妈 医生说 您这个病 是慢性的 咱们起早看 会治愈的 所以 妈 您就别担心 吓死了 你真是妈的儿媳妇 为了妈 吃这么多的苦 受这么多的虐 妈 不知道怎样感谢你 妈 你说哪的话呢 什么感谢不感谢的 咱们可是一家人 再说了 只要您身体都好好的 我受这个的苦 我都无所谓 妈 这是妈 打个灯了 也难找到儿媳妇啊 妈 你别哭了 咱们日子 还得好好过呢 我以后啊 会好好消费你的 这都几点了 你还不走 等会儿都赶不上车了 大美 我这 出去打空挣钱啊 好像你巴不得 我赶紧离开家里 我不是想在家 多待一会儿吗 多待一会儿 天上能掉钱吗 啊 你一个月工资 在家里面 才三千块钱 你还好意思 在家待吗 你看看人家 隔壁村的弄什么 装瘸子 人家腿脚还不利索 人家出去外人打工 一年 就带回来三十万 装瘸子 哪个装瘸子 就隔壁村的那个 再说了 你不用管他是谁 你就跟他比比 你有什么资格 还在家里待着 哦 我知道了 咋钱 我告诉你 我呀 去城里 也是能赚到钱的 没想到 你是 巴不得让我赶紧走啊 行 我走平了吧 叔叔东有事就走 你也不用送我 省得我看见你心烦 你赶紧的 我也没打算送你 没出息的样子 没出息的样子 小伯 喂 喂大美 你在家干嘛呢 我刚擦完桌子 大美 我今天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大美 就是我现在这个公司 已经涨到了两万 真的 对 太好了 对了 这些钱啊 你可别乱花 大美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平时都很少花钱的 这些钱呀 我都想好了 我先存起来 等咱们把钱存多了以后啊 我想 要不咱们也买个房子 行 不过你存钱 我还是不放心 你把钱都给我打过来吧 我给你存着 哎 行 谁存都一样 前几天你给我打电话 说张学哥买房了嘛 对 我就是看到他买房了 我也想要买房 那行嘛 我呀 待会儿就给你打过去 打过去 你一定把这钱藏好了 那个 挺好了啊 好 你放心 行 我先挂了吧 嗯 姐 昨天不是刚来过吗 今天怎么过来了 你看 你不希望姐来呀 我这不是 我这不是来过来看看我大侄子 还有 我那时候不是说了吗 莎莎如果生的男孩 我就给你们十万块钱 这不今天吗 我把这钱带来了 在卡里 十万 姐 你干什么呢 你那说回说 但是这个钱 不能收到 姐都说了给 就一定会给的 这钱啊 你们就拿着吧 再说了 现在你们 孩子也有了 有个花钱的地方 多得很 姐 这样不太好吧 我姐夫 没事 你姐夫那边 你不用担心 她的钱 全都在我这儿保管着呢 我是她媳妇 她的钱 我不想怎么花 就怎么花 姐 你看 自我闻客了 结婚以后 你可不少 不听我们家 这都没事 咱们呀 都是一家人 说这些干什么呀 是啊 姐给你就拿着吧 那 谢谢姐吧 拿着吧 对了 我跟你们说 以后我大侄子 要是买什么东西 你们没钱了 就跟姐说 姐给你们拿 姐 你真好 李大美 干什么呀 我问你 我这卡里的钱呢 哪去了 我花了呀 你花了 我怎么跟你说的 这钱 咱们留着买房子用的 好啊 我今天去医院 查了一下 里面 就剩五万块钱了 钱你都花哪去了 我这两年 在外边 挣了也有四十万了 啊 说好的买房子呢 就算你在家里 日常开销 也不能就剩五万块钱了 钱都哪去了 你一回来 就跟质问犯人似的 怎么着 我花点钱不行啊 再说了 那我在家 照顾你父母 给你父母买东西 这些不需要钱呢 你凶什么凶啊 李大美 你接着编 行 就算你照顾我父母 四十万 他也不能花了 就剩五万呀 我告诉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个钱啊 你花哪去了 你自己 干了什么事 你自己心里边应该清楚 你知道花说的 我干什么事了 你清楚什么呀 卡了一分钱 你拿着给谁了 啊 肯定啊 捡钱 姐 你大人都要追就完了 他普遍都要 答案这不就来了吗 钱 姐 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诶 客房 客房 李大美 现在 你还不承认吗 还口口声声说 给我父母买东西 我告诉你 这笔钱 你花给谁了 给谁花了 你现在 心里边 比我更清楚 这个臭小子 平时我接激他的也不少 到我现在 出事了 他跑得比兔子都快 都不管我 早知道我就不接激他了 李大美 行 既然这样的话 你啊 平日里 也不怎么孝顺我父母 卡里面的钱 多数 都给你递了 既然这样的话 咱这日子呀 也没有必要再过下去了 咱俩啊 离婚 我告诉你 明天 民政局见 你至于吗你 至于吗 我告诉你 不孝顺我父母的人 我是坚决不一样 明天 民政局见 小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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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